台灣加油 到期台灣日球賽開打前 場外排滿眾多台灣球迷 興奮等待進場 不論是穿著代表郭洪志的球衣 或拿著中華民國國旗 所有台灣球迷 都希望在這特別的日子 為台灣加油 當然是為台灣加油 因為是台灣日 所以我們一定是 都為我們台灣加油這樣子 對LA的華人來說是相當重要 因為大家可以 彼此認識更多彼此這樣 也歡迎大家可以去台灣旅遊看看這樣子 台灣小吃超級好吃 今年的到期台灣日 活動相當豐富 除了有熱情的台灣啤酒女孩 夾到歡迎球迷進場 還有吊酒瓶等多樣台灣夜市遊戲 許多球迷也興奮貼上 到期台灣雙LOGO轉印貼紙 更不忘排隊領取神秘禮物 來到台灣到期隊這邊 除了可以欣賞很精彩的球賽之外 最棒的就是你可以拿到 限量版的台灣T恤 換上限量版台灣T恤後 還有現烤台灣香腸 和新鮮台灣啤酒等多樣美食 也不容錯過 有台灣的味道 好喝 台灣加油 郭榮志加油 尼福德加油 食物很好吃 台灣啤酒進來美國這麼多年 那這一次是第一次 進入主流的那個球賽 也是一個活動 那我們把這台灣啤酒 帶進美國球場進來 讓大家嘗嘗看 那希望主流也看到後 對台灣啤酒更大更好的印象 球賽一開始 是由台灣歌手小胖林玉群 正上到期球場 分別獻唱台灣Touch Your Heart 和美國國歌 儘管首次在戶外公開演唱 小胖感到非常緊張 不過他不負眾望 以高王歌聲感動圈唱 五萬多名球迷的心 隨後小胖也直接到台灣區 和球迷一起看球 受到熱烈歡迎 而球場上分屬於 稻奇和老虎隊的兩位台灣選手 郭鴻志 尼福德 表現也讓人讚賞 兩人不但都是登板零時分 還創下大聯盟史上 首度單場兩隊 都有台灣球員出賽的紀錄 讓台灣區球迷倍感驕傲 棒球是屬於台灣的國球嘛 小郭 然後吳京龍在稻奇 然後很多旅外球員 然後都在美國 然後我們當然要來這邊 支持他們一下 5月22號是2010年的 第一次稻奇台灣日 在現場已經看到 很多很多的台灣球迷 通通都來這裡為台灣加油 所以我們來聽聽看 他們今天到底為了什麼呢 台灣加油 郭鴻志 加油 尼福德 加油 北美市場第一季有一個 百分之十六的成長的好成績 那當然我們要蹭勝追擊囉 蹭勝追擊最好的方式 就用運動行銷 特別是稻奇 它是全美五大的這個棒球品牌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 辦這個台灣Day這樣的活動 我要讓這個美國的民眾 好好來體會一下 什麼叫台灣的棒球文化 那從台灣的棒球文化 跟美國的棒球文化 找出它的共同點 到台灣去來觀光 兩位台灣棒球選手 和一位台灣新星歌手 三位台灣之光 在稻奇台灣日當天 共同站上稻奇球場 再加上台灣球迷的加油聲 和台灣美食的香味 不只讓稻奇球場 充滿濃濃台灣味 也讓更多主流人士 有機會認識台灣 感受台灣熱情 超級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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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超級大師 拿去